4月7日经过30天争分夺秒日夜奋战 中央远港应急医院项目一期竣工交付 一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 当时香港抗疫形势异常严峻 应特区政府请求经党中央批准 在洛马州核桃地区远建应急医院 两万多名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 逆行出征抢建生命之州 当天举行的竣工交付仪式上 施工一线的建设者代表作为主角集中亮相 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 以及恶劣的施工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 全体的建设者克服困难与时间赛跑 展现了中国力量和新时代中国建设者的形象 希望这个疫情快点结束 通过这个主要是信念 坚持着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完做完美 我是来自四川的 当时也经历过汶川大地震 也受到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胞的支援 也受到过他们的帮助 所以说这点困难也算不了什么 能贡献自己一点绵薄的力量 帮助香港同胞 也是一份很光荣的事情 据了解 中央远港应急医院是一所呼吸科传染病专科医院 一期可提供500张负压床位 和全部医疗及辅助功能 我们这个医院建设完成了以后 我们的设备已经就位 像CT 核磁共振 包括ICU病房 包括我们医护人员的住宿 护寻保障也基本就位 接下来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 和运营单位紧密的对接 做好协调 为这个医院的早日 为香港的患者服务做好准备 据悉 中央远港应急医院项目 一期3月6日正式开工 4月5日完工并通过验收 4月7日移交 项目全部建设完成后 中央远港应急医院将拥有一千张床位的 负压病房和放射科 检验科 中心供应 输血科等医疾设施 以及药房 污水处理站 氧气站 负压牵引站等医疗配套设施 一期项目建设完成以后 也为我们下一步的二期和方舱设施的建设 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 下一步我们在此的基础上 能够全面地顺利地 把整个我们中央远港医院顺利地建设完成 我会继续加油努力建设好方舱医院 保持保养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香港加油 抗疫必胜 14亿同胞与你们同在 起悦无疑 与子同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